因为热爱自由所以渴望行走 爆款气质女装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3月29日凌晨12点 漫威影业官宣《复仇者联盟4》 中局之战定档 4月24日 领先北美两天 成为全球最早上映的国家 这一消息 也让所有中国漫威粉丝狂欢 之前的《复联3中国最晚上映》 让不少观众被剧透了一脸 连英雄们的头漆都没赶上 在《复仇者联盟3》中 灭霸集齐了无限手套 让一半的英雄灰飞烟灭 而存活下来的初代复仇者 也就将在《复联4》中 带着死去英雄的信念去战斗 在《复联4》放出的几款预告中 钢铁侠被困太空 让不少观众担忧 他最后的走向 近日为《复联4》墨西哥版 配音火箭浣熊的演员 在采访中透露 这部电影会让人笑中带泪 会有一个关键角色死掉 至于到底是谁死掉了 就不方便透露太多了 不少漫威粉丝表示 希望是灭霸 他也挺重要的 主要看谁合同到期了 经历了《复联3》 《复联3》 早已练就出来了